欢迎持续加入1300五间新闻的现场 我是连佩贝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新内阁亮相了 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正式宣布 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行政院长 也期盼陈建仁组成温柔且坚韧的内阁 可以开创新局 同时蔡总统也交付新团队四大任务 包括阶段性盘整防疫措施 社会照顾体系的总检讨 还要持续提升国家基础建设等等 苏贤昌则是大战陈建仁是暖男 而阶下中任的陈建仁表示 自己义无反顾 责任来了就勇于承担 而刚刚行政院也宣布 苏贞昌院长将会在1月30号上午 开临时院会率内阁总司 而且会在31号上午 办理新旧内阁交接仪式 总统蔡英文宣布是由陈建仁来接任新阁 国要组阁 副院长则是找来了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至于行政院发言人 则是由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宗燕来担任 前基隆市长林又昌扛起了内政部长一职 至于府秘书长找来了林佳龙 那内阁人选其实女力的亮点再加一 除了昨天为您报道过的 就外传住美代表萧梅琴 将会跟外交部长吴钊燮对调职务 自身立委管毕林 他将会接任海委会主委 也会成为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委 至于国安局长陈明通 表达他要沉浅休息了 所以国安局长一职将会有曾经担任过 国安会副秘书长的外交部次长蔡敏燕接人 执政党进行内阁改组 被视为2024总统大选热门人选的 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都到高雄去发福袋 只是两个人路线不太一样 赖清德是从高山一路往南发 柯文哲是由南往北发 隔空较近意味浓厚 然而针对内阁改组 柯文哲认为 要上任一段时间才能精准评估 期许新的团队要认真做事 不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来看到大过年传出惊险意外 还好下面两则都没人受伤 先来看到清晨四点多 高雄古山的一处透天措发生火警 由于屋子里头对方大量杂物 火势迅速延烧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 消防队赶到现场赶紧洒水灌旧 也还好高零96岁的屋主 当地里长的爸爸幸运逃生 无人伤亡 另外在前天寒流来袭 这样化气温只有9度 有一段外墙的这个磁砖 就因为气温太低而爆裂 那这爆裂的磁砖 就直接砸在路旁的一辆轿车顶 还好当时车主是住在车子里头 没有被磁砖砸中 不过他看到他的爱车板筋 被砸得坑坑巴巴 傻眼又心痛 寒流又来了 今天清晨最低温 出现在高雄月梅只有9.2度 要提醒大家今天是越晚越冷 从温度水线图来看到 今天明天这两天 其实北部的低温都只有9度 到了星期天有稍微回升到10度 下周一的温度才会逐渐慢慢的回来 那尤其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这波冷得非常有感 因为可以看到明天南部地区 其实也只有8度的低温 体感温度会更低 像今天北部低温呢 体感的部分只有剩下6度 而气象局现在也针对了 全台2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西半部是非常寒冷的 南台湾局部还会出现 10度以下的几率 而周六到周日 会是寒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间 中部以北只剩下8到9度 沿海空旷地区下探6度 预计下个星期一 开工才会慢慢的回温 高温才有机会回升到20度以上 今天也大年初六 星期五了 有越来越多人 准备要返回工作岗位 提醒您今天国道 北向有四大地雷路段 包含国道1号奚落到浦岩系统 国道3号竹山到中心 草屯到雾峰 以及国道5号宜兰到平林 一路可能会塞到深夜12点 你有看过人家在公车里头 贴春联的吗 家有一个公车司机 他就把春联贴在公车里 不过上头写的不是祝福 都是有一些蛮有意义的字 像是要提醒民众说 勿用眼神蓝公车 司机背后没通灵等等 这让人看了会心一笑 这是也因为担心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贴了几天就被公司通知要清除 就有民众觉得蛮可惜的 今天是大年初六了 在传统习俗上 初六这一天要一肥送穷 提醒您有几件事必做 我们带你来看到 有人说一定要把厕所扫干净 这一天也要丢漏涩 清扫家里 上针把过去的霉运全部丢掉 送穷出门 而民宿专家还建议 这一天其实很适合出游 家中的桌上 记得摆上橘子和荆棘等等 另外兔年的幸运色 是紫色跟浅灰色 这时候可以把家里的背套 或是衣服换新 招财迎接新一年的好运气 好 我的服装就蛮符合资格的 但其实大概过年 很多人会去求财 在南投竹山南宫这边 今年因为疫情 没有发放钱母 所以就特别跟这个捐血中心合作 只要大家捐血 250cc就会送银钱母 捐了500cc还会加送金钱母 初四初五这两天下来 已经目得了1500代鲜血 过年聚餐千万不要酒驾 有两个男子在台北中山区 喝完酒之后竟然想要开车离去 没有想到一开车就遇到远景盘查 两个人心虚落跑 一路跑给警察追 最后在2.5公里外的塔城街 被警方喷洒辣椒水浪费落网 提醒您在春节期间 警方取缔酒驾是没有打烊的 新北警方为了提高执法力度 还设置了零检点 光是戏纸分局 这个月就取缔到31件 还记得去年底爆发的88会馆事件 重创警戒形象 不过现在桃园又有警官 跟黑道分子同桌庆生 桃园归山分局的侦察队长陈鹏祥 以及大园分局的侦察队长高英杰 被平面媒体披露 在去年12月9号 帮天道萌的大哥点歌庆生 现在这两个警官都被寄过 也调离主管职 国际消息来关注 既之前德国跟美国承诺 要提供给乌克兰主力战车 增强乌克兰的战力之后 加拿大现在也宣布要跟进 将会提供给乌克兰四辆鲍尔坦克 西方国家纷纷军援乌克兰 这个举动激怒了俄罗斯 痛批西方国家 军援乌克兰等于是直接射入战争 而且在26号 也针对乌克兰多地的能源设备 发动新一波的空袭 一共造成11人死亡 11人受伤 消费消息来关注 大年初三在新北卢州 传出了一起命案 有一名陈姓保全 为了挖脚同业被拒绝 竟然在便利商店的门口 直接拿出钥匙攻击对方头部 受伤的保全在送医途中 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警方到事后调查 发现双方根本不认识 而且这个嫌犯的酒测值 高达1.22 酒醒之后面对着莽撞的行为 恐怕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台中昨晚发生了住宅火警 导致一名90岁的 独居富人不幸丧命 警销调查 发生活灾的专造老旧平房 这个屋主平常就会堆放 很多的杂物 去年3月才因为发生 主事不慎 出现过这杂物火警 还有当时火势被扑灭 也没有人受伤 只是这一次导致林志被波及 无端丧命 如果检警跟火调小组认定 这个火警跟屋主堆放杂物 都是有关的 这个屋主恐怕会有刑事责任 农历新年假期 中国游客也出来玩了 不过在安徽 黄山 还有山东 泰山这边 因为人潮太多 有不少人被迫在林下的 这个低温下 必须要滞留在山顶 无法离开 而各大景点在新春期间 其实都有采取人流管制 只是游客还是络绎不绝 另外日本跟南韩 持续受到强冷航流的影响 在日本全国90%的地方 都降到了零度以下 不止新西线出现了 2.5公尺的积雪 新名城高速公路沿越大雪 一路回堵长达34公里 JRC日本铁路就表示 预计明天还是会有大风雪 最近南韩有多条铁路路线 都是会暂停营运的 另外南韩的仁川跟首尔 因为低温 至少有175个航班受到延误 谈一球星林书豪宣布加盟 国内的直栏 Plot League的高雄 意气直播钢铁人 不但让粉丝非常的兴奋 就连天王周杰伦 也在IG转发林书豪的贴文 林书豪开心的回应了 他说有空的时候 会找周董去公园打球 而周杰伦也爽快答应 看来未来有机会在台湾 看到两大巨星 互噶球技 旅游美食节目的主持人浩子 常常在镜头前 给人搞笑诙谐的印象 不过私底下 他其实是一个很顾家的爸爸 为了好好陪伴家人 他曾经在2016年 向节目请假一整年 花光他600万的积蓄 带着全家环游世界 只希望给小孩 留下一个深刻的回忆 而浩子其实不只是一个好爸爸 他也是中央大学资管系 毕业的学霸 但他说他对电脑完全没兴趣 更有喜欢的是呢 是在镜头前的工作